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消息 台铁太鲁阁号事故夺走了49条宝贵的人命 包括有送行者的遗体美容修复团队的发言人 就带罹难者的家属来发声 说这位家属说今天收到了这个起诉书 大概看了一下自己是一个没有读很多书的人 但是他大概知道被告好像都是营造商 但是他知道他的儿子是搭乘台铁的火车 一个人好好坐火车怎么就变成了尸骨不全的去认诗呢 台铁没有把他们家人好好的交还给大家 你们怎么跟他们来做交代 好其实有法界人士就认为 太鲁阁这样子49人死亡的惨案涉及的层面 其实很广很大 有保存证据吗 真的就只有营造商要负起责任吗 相关单位难道都没有监管督导责任吗 是不是还有更多内幕没有被掀出来呢 禁令报告出炉了吗 总感觉好像少了一点点什么一样 有必要这么快吗 好法界认为只起诉业者根本少了公务员这个区块 认为花检这样子只起诉的业者 这样似乎好像不太公平 而26年前还记得吗 当时的台中威尔康餐厅大火惨案 新年前高雄气暴32死惨案都有起诉公务员 为什么这回这么重大的案件却没有看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